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鲜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553集,宁画全魂 王陵微微摇头,仔细看了虎袍一眼,做道。 十来年的时间能修炼到你这一步,王某平生谨鉴,即便是当年的天之焦虑,在这一点上也比不上你。 原本王某还有些不解,你资质虽说绝佳,比之当年王某所欲红蝶还要强上一些,但十几年的时间绝不可能修炼到这一步,更无法容纳与操控这么多的魂魄。 但现在,我却是明白了这一切的原因,你一定是修炼了一套催发潜力与生命的功法,你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一个巅峰,只不过这个巅峰持续的时间一定很短,恐怕连一天都不会超过。 住口! 虎袍面色争鸣,右手一指天空,顿时一片黑雾从魂云内分离而出,化作上百万魂魄,在虎袍一指下,直奔王林呼啸而去。 且让你先看看,百万魂是什么样子?你这一辈子,怕是从未见过百万魂吧? 虎袍狂笑,二人之间的谈话,被仙剑内的许立国听个一清二楚。 他在仙剑内望着虎袍,内心不屑地暗道。 唉,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,你这血液多次叛变,都没成功,你若能成,老子以后不姓许,老子姓虎,叫虎立国。 叛变,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,是需要头脑的,尤其是叛变这位杀星,岂能是你想的这么简单? 王林抬头,静静地望着天空,百万魂魄化作黑雾,呼啸而来。 这一幕,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。 这黑压压的一片魂魄,一个个争鸣咆哮,好似若不彻底吞噬,便不会甘心一般。 他疯狂地向着王林扑来,王林轻叹,伸出右手,暗向天际,在其手心之中一道符纹闪烁。 百万魂魄在吞来的瞬间,忽然奇奇一顿,全部盯着那符纹一动不动。 这一幕太过诡异,以至于虎袍争了一下。 练魂术不是这么用的。 王林轻声道,右手一挥,百万魂魄双目内,在这一瞬间奇奇地露出恭敬之色。 在这些魂魄神识中,虎袍是主人,但看到王林手中的符纹后,却是立即明白,眼前之人才是真真正正的主人。 这,这不可能,不可能。 虎袍的心神中,百万魂魄的联系,漠然间全部消失。 他睁然下,脸上露出猙獰大吼道。 以魂吞噬。 死言一出,天空之上那无尽的黑云疯狂地下降,上一魂魄立即冲出。 这一刻,天地之间好似被魂魄占据,无始无终。 虎袍脸露争鸣之色,他好似看到了王林就要被吞噬一板。 上一魂魄,孤笑而来。 王林只是神识从体内散出,横扫一圈。 当年在炼魂术上留下的缺陷,立刻爆发。 凡是修炼王林传授练魂术之人,所化一切魂魄,王林皆可绝对的控制。 一魂齐阵,一个个魂魄目中顿时露出恭敬,环绕在王林四周形成黑云,反观虎袍。 此刻双眼呆滞,他的四周再无一个魂魄存在。 这剧烈的反差,这诡异的一幕,让虎袍的心神一片空白。 你的炼魂术虽说被人改动,使得操控更为灵活,但这炼魂术的根本,若无真正的传承,若无数万年的济烈,岂能轻易地改变。 王林是炼魂术的嫡系传承之人,炼魂宗便是以这魂方为尊。 此术虽说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通,但却也经过了炼魂宗内无数代人数万年的钻研与精进。 岂能被人以区区十几年的时间,便在没有传承的情况下直接重组。 虎袍的恩公做不到,若是那铠甲之人那儿,或许能做到,但他却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浪费心神之力。 不可能,怎么会这样?恩公明明告诉我,已经把此树的破阵修复,为什么? 虎袍呆滞的双目忽然露出疯狂,他盯着王林四周的魂魄,大声地吼道。 魂,速归! 他的声音甚至都有一些撕裂,但王林身体四周的魂魄却是看都不看此人一眼,环绕在王林身边,极为恭敬。 魂,速速归! 虎袍疯狂地吼道,但那些魂魄还是依然徘徊在王林身边。 虎袍怒急攻心呢,身子一晃,喷出一大口鲜血。 他十几年时间没日没夜的炼化魂魄,信心也慢慢膨胀。 一直到一魂齐聚的一刻,他相信了自己可以捅破这天,已经成为了强者,完全可以杀死王林,取而代之。 但此刻,这一切在面对王林的时候全部复制东流。 十几年的辛苦,东手送给了王林。 这股怒火烧得他全身沸腾,几乎就要崩溃。 王林,我要杀了你! 虎袍脸上清津鼓起,整个人彻彻底底地疯狂起来。 此刻的他,一只王林吞下生鲜果,似乎还要疯狂几分。 因为有了希望,所以在希望破灭之时,才会更失望,才会更颠狂。 王林眼中露出复杂之色,右手一挥,暗叹一声,说道。 你因我而盼,我便让你死前看一眼真正的魂帆神通。 十亿尊魂帆从楚屋带内飞出,一斗之下,四周上亿魂魄, 顿时一阵,相互迅速地融合,几乎眨眼间那儿, 上亿魂魄化作一魂,死魂通体经营, 向着虎袍割空打出一拳。 拳落,虎袍身子一阵,连同魂魄四分五裂。 王林轻叹,右手遵魂翻一挥, 一亿魂魄全部收入其内, 他眼中清明,引有挣扎之色透出, 他凝视前方,在这个位置, 他可以看到很远处有一座黑色的高塔。 塔下站着一个老者, 此人身穿黑色铠甲, 同样向他望了。 王林的目光从此人身上移开, 落在了那黑塔上, 他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魔气, 从那黑塔上透出。 这是真正的魔气, 与修士修魔之后所产生之气, 有着明显的不同。 清醒之后的王林, 瞳孔一说, 这魔气啊, 很强, 非常强, 塔内之人更是绝代强者。 王林深吸口气, 他的元神尚未与肉身彻底融合, 还需要半个月的时间, 才可做到圆肉归一的境界。 只有那时, 他才算是真正稳固了问鼎气。 圣仙果太过霸道, 抵抗住了此人的同时, 也让我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疯狂。 王林呼出一口气, 目光始终盯着前方。 那塔下黑甲老者, 踏出一步, 这一步地面传出阵阵颤抖, 传及王林的脚下。 问鼎后起, 此人的修为, 不对, 此人真正修为并没有那么高, 是他身上那只铠甲。 王林眼中清明之色, 再次征扎, 生鲜果的疯狂正在反扑, 试图取代王林的神识, 让他再次陷入那癫狂之中。 王林眼中寒芒一闪, 冷哼一声, 再次把生鲜果的狂躁压下, 右手抬起指天, 天地轰隆间一条大河平空出现, 划过天际。 紧接着, 他左手再眉心一点, 一道金芒顺着眉心游走, 来到了他左手指尖之上, 临天后的剑气出现了, 黑甲老者目光一闪, 脚步停止。 黑甲老者眉头微皱, 眼中露出一道金芒, 他的目光啊, 先是在那天际黄泉上看了一眼, 停顿了片刻后, 又落在了那剑尊, 临天后的剑气上。 这一次, 他眼中金芒爆闪, 直勾勾地盯着那剑气, 深吸口气。 这以悼念化作的黄泉, 确有神通, 但却只是雏形, 为射力不足。 可这道剑气, 这剑气很强, 非常强, 能发出这道剑气者, 定是绝代强者。 其修为怕是已经达到了碎逆三境的地步。 王林的两大绝技, 道化黄泉与临天后剑气, 全部拿出。 他的目的, 便不是与此人对战, 而是震慑。 王林此刻已经清醒, 把生鲜果的癫狂压制, 此刻的他, 恢复了心智。 眼下这老者, 便不是他可以对付之人, 更不用说那黑塔内的莫名存在。 黑甲老者的目光, 从那剑气上收回, 看向王林沉没下来, 四周一片安静, 只有那天际中的黄泉, 发出哗啦啦的流动声音, 这声音散开中啊, 化作波纹, 就在这时, 忽然, 一道庞大的神念, 漠然间, 从黑甲老者身后的塔内冲出。 你那掌印, 从何处学来? 这神念化作奔雷, 轰隆隆中回荡, 这声音出现的刹那, 大地砰砰的碎裂, 但却在王林身前实障止步。 王林目光一凝, 他想起来, 就是这个声音, 使得他在这一路上, 无数次重伤, 若非寂灭于杀戮之气, 怕是早就死了。 学自贤界, 王林沉声道, 贤界? 是, 他当年的确去过贤界, 那庞大的神念难难自语, 王林身子向后退去, 他不再受生鲜果影响, 此刻冷静下来, 却是捏了一把汗。 把他擒住, 要活的。 那神念再次传出后, 便收回塔内, 消失不见。 黑甲老者没有任何犹豫, 漠然间一跃而去, 好似电闪一般, 直奔王林而来, 以其问鼎后期的修为, 此刻身在半空, 双手掐绝, 口中低刻倒, 风! 一字出口, 天地之间立刻凭空, 出现了一股飓风, 横扫之下, 大地寸寸碎裂, 化作无数碎石被卷入其内, 向着王林冲击而来。 王林面色阴沉, 他身子向后退出树部, 右手指天, 道化黄泉, 顿时倾泻, 好似黄河一般, 自天上降临, 横扫而来。 那飓风冲来之际, 顿时被黄泉锁住, 在阵阵轮回之力下, 立刻被生生地扯入黄泉。 小小年纪便有了自己的道, 的确不简单啊。 那黑甲老者声音平淡, 右手掐绝, 指向天际。 雷! 老者大课中, 天地忽然变得阴云密布, 黑压压的一片, 那些阴云的形状, 好似一个个丑陋的磨脸一般。 雷自出口, 天空轰隆一声, 阴云中突然张开一个缺口, 一道黑色的雷, 在回荡天地的轰隆声中, 冲天而降。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,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, 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, 《鲜密》, 作者, 耳根, 演播, 丸子, 冯宝宝, 后期制作, 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尽在喜马拉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,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